其实我完全赞同诱达的一个说法 就真的是闲货才是买货人 外资其实在今年的一个七月份 大举看空计议题 结果下来之后谁来接 也是外资在接 所以我会认为说 今天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半导体大家都知道 就像刚刚黄丛仁董事长所说的 约都已经签满了 就是满载 你又多了一个汽车要用的晶片 你又多了一个智慧程式的一个 要用的一个晶片 那当然就是缺 我再次强调 晶片它就等同是过去的石油 我觉得这个现阶段 现实的一个生活里面 我觉得投资人有可以好好去做思考 那当然短期之间之内 外资的一个影响力 比较大会应该是在这一周 下一周开始 我认为资金都会总为内资做主导 因为外资大概都要去放假了 也不会再出这么多看空的一个报告 但是如果像半导体这三雄 台积电 连电 利基电 我认为在这个价位 其实都是指着投资人们 可以用中长线的角度去做思考 那特别我认为利基电 经过了十年的一个升据教训 重新挂牌上市 这里如果没有去突破 它的一个新贵的一个高点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比较说不过去 那你看投信 其实也是有小幅在进行买进 那外资的部分 我认为也是买多于慢 这个位阶 我觉得投资人们 可以长期做思考 那倒是说 今天短线上的资金 在做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移动 因为今天看得出来 因为昨天的一个美股的关系 美股的一个道琼 是跌幅相对最少的 那你看到费半大跌的 超过4% 那斯达克也是呈现 一个比较重挫 所以科技股今天是比较沉压 反而资金就转到哪里去 在传产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 刚刚我看到 1440的南方 这个股价从底部往上反弹 投信居然在过去两天 连买了都超过 一个是2952张 一个是2840张 那股价就嘲笑的 做一个突破 近期的资金 有往这些相对低位阶 然后有获利 然后再进行反映 它明年有可能 高值率的一个概念 再加上说 我看到 今天有一个比较大的新闻 是像Nike 他要收购一家 叫做RTFKT的 这个虚拟球鞋制作公司 他要干嘛 布局元宇宙 所以我看到这样子的情况 我就帮他找到一档个股 就是 这股价也是在底部整理很久 那近期要面临到他这个产业忘记 服装要補库存的一个时间点 然后他又是Nike的上游供应链 那前三季的EPS有1.58元 那我对照一下 这个1440的南访 1440南访前三季 是1.56元 股价竟然是26.7元 那我会建议投资朋友可以开始留意 这档代号1455的集胜 同样是纺织股 同样是传传股 今天相对的传传股表现都不错 那纺织股的话 那当然近期有一个新的一个新闻 又有说到 美国已经正式通过 针对于像新疆这种 使用比较压迫劳力的 这样子的一个公司的产品 地区的产品 它都是限制限制购买 所以这个也就带动今天 不管是资产题材的南访 还有就是整个纺织题材 棉花题材的南访 往上进行大涨 那我认为同样族群里面 1455的集胜 获利状况 其实比它还要再好一点 而且主要都还是本业为主 那看它今年的一个成长状况 第四季已经开始要进入 传统的旺季 在冬天到了要开始补固存 再加上说我们看到近期 它的一个产品 有新的一个发展 也就是电动车的轻量化 这是现阶段 所以电动车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事件之一 因为电动车的加上电子之后 非常的一个重 所以现在在日本 还有透过了很多的一个方式 要想去减轻这个电动车的一个车 车的一个重量 包括说用竹翼 然后或者是用编织 那即使呢 现阶段研究的这种 这个尼龙复合材料 就可以来去取代很多的一个钢铁 钢板件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这是它未来的长线题材 再加上说Nike的部分 它又是它的一个上游供应链 有Nike这样的消息 再加上股价又是在相对低点 有获利 那你看它已经的 主价沉淀了很久了 我倒是认为 今天看到1440的一个南访大长 我认为如果没有要去追高的投资朋友 也可以去留意到 这位阶比较低的1455的一季深 风老师其实今天南访会长 一部分是这个本业发展的不错 因为订单已经看到明年的第二季了 但是另一个部分 就是所谓的资产股题材 因为现在美国的升息 如果明年真的 陆续的升息三次 升息三马 当然会影响到资金的紧缩 那比较能抗通膨的 当然就是所谓的资产股题材 有土地就是当靠山 所以现在南访领军工之下 资产股到底还算不算是物美价廉 今天相对有涨的 像是您看2504的国产 国产近期 外资跟投信的买盘也很积极 今天真的是越走越高 看到了一个波段新高 八月以来的新高 29.95元 要去挑战整数关卡了 另外还包括了1722的台肥 台肥也是近期投信有在买的 股价在季线附近 只跌之后反攻了 另外还包括237的大同 大同虽然近期有这个人事争议 但是今天的股价也蛮抗跌的 往上拉高了1.5% 但是外资跟投信都还做调节 资产股这方面的话 如果有法人当靠山的 国产跟台肥 这两档值得观察介入吗 我想以南方的一个带动的话 那你看一下 国产其实外资买了好久 你看它从11月份就开始 基本上都是以买差为主 昨天还大买3780张 投信昨天的第一天买差1147张 所以今天可以看到 其实真的能够把股价往上带动 还是要看有没有投信点火 你看投信昨天大买之后 今天就直接飙升 好那我想国产这个部分 应该还是在于 不管是南科高雄 未来的这个台积电的一个设厂 在现阶段跟未来 都还会有很大的营收成长的动能 加上整个资产的一个题材 我认为这边应该是 波段的气场 但它有个比较大的特色 就是它长红周比较容易休息 国性比较温吞 我倒是不会建议说投资民有看到外资大买 然后隔天大涨的时候 我相信今天这个投信法人 跟外资法人应该还是会同意大买 但是下一周 我认为它的一个爆发力就不会这么强 但是如果拉回来看 像1722的台肥这个位阶 我觉得可以特别留意 因为它除了所谓的一个资产概念 还有就是所谓的一个假肥 其实现阶段的一个价格 是呈现一个大涨 然后就是尿素 我们最近的一个说法 是在尿素的部分 也是呈现一个缺货的状况 那股价已经沉淀了很久 这边投信法人也是 在过去几天有进行买超 那这个形态上又是属于有整理过的 我觉得这个可以特别观察 那我再举一档个股 可以给大家去做留意 像刚刚所说 237的大同 这边现在的一个纷扰比较多 但是我觉得投资民 就不用过度去做一个什么想象 因为它可能需要整理很久 到时你可以去留意到 我看你一档公司非常特别 就是代号1903的市值 它的一个题材 当然是所谓的一个 士林官邸的一个题材 那你看它 外资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 外资从8月23号今天开始大买 我统计一下 它其实到了12月初 最高买了1万2千张 那最近它有做一些的小幅调节 大约以8月底的一个时间 到现在还买了将近1万张 那股价其实现在在底部进行整理 如果说到了股本小 那未来的一个资产题材 我相信市值一定是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当然就是市领 是这个资产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股票的一个部分 如果说在整个投信 其实前段时间 也有小幅的买进 买的不多 那未来有没有机会 就往上做一个爆发 我觉得中小型的一个股票 如果在低档的位阶 我觉得爆发力会更强 就像我们前几天跟大家讲的 代号8431的会赚课 我们那时候有跟大家讲说 它的一个成价量比较小 但是因为营收成长的一个动能 看起来非常强劲 又有苹果的一个概念 还短短几个家 也都来到了 短现场反弹的一个高点 我会用这个角度去提醒大家 说如果同样题材的公司 它已经有大涨了 而且反而已经大买了 那如果说是外资大买 但是没有大涨之前 我觉得投资朋友 来去做参考 我觉得它的一个上涨的空间 会比较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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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